2022南韓总统大选战况激烈 南韓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候选人 尹锡悦与执政党对手李在明 得票数持续拉锯 直到开票率来到9成50 尹锡悦才确定以48.6%的得票率胜出 这也是南韩保守派势力 自前总统蒲警惠因闺蜜案下台后 时隔5年重新夺废政权 这场选战在9号晚间7点半投票截止 开票初期局势与三大电视台民调相反 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一度领先 不过尹锡悦步步进逼 开票率接近6成10逆转战局 随后持续领先 最终以不到1%的得票率差距 确定拿下选举胜利 另一方面选前民调支持度 名列第三的正义党候选人沈湘丁 早早在开票约5成10就宣布败选 谈言自己参选时就做好觉悟 对于选举结果会虚心接受 也强调人会对南韩的未来 以及自己在野党内扮演的角色负起责任 至最后一刻确定败政的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 在发表败选感言时表示 个人以竭尽权力 但仍无法达到国民的期待 没能赢下选战是自己的不足 把责任一肩扛起 他也同时祝贺对手尹锡悦胜选 期待未来他能和解现今社会的分裂与组分 事实上落败的李在明总得票率也有47.81% 和尹锡悦的差距仅约0.6个百分点 创下南韩总统大选史上的最小票差 也让进步派延续执政的希望落空 主要设计者廖宇阳首尔报道